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欢迎来到李明阿卡西 我是李长伯雍贝 安安 我是卡鲁 哈喽 我是嘎嘎 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哦 不知道元旦廉价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跟家人 或者是朋友好好聚聚呢 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 就让我们来陪伴你了 对我们一月份的节目 为了配合季节 准备了很多跟寒冷相关的主题 要呈现给大家哦 在第一周打头阵的主题就是 李明推荐曲 陪你过寒冬 等等会有许多李明轮番上场 跟大家分享在冬天的时候 喜欢听哪些歌曲哦 那就由我先来咯 我想要推荐的歌曲是 尖野阿姨的曲子 又来了 好了 下一位 我没有要借机发书好吗 等一下播大家就知道了 它真的很适合在冬天来听 那就是尖野阿姨的 UROPE 好啦 卡路推荐的这首曲子 收入在 《宫壳机动队SAC OST3》 这张专辑里 是宫壳机动队SAC的配乐 用在某一集 少校跟巴特去德国柏林 逮捕一位男性外观的 恐怖分子的剧情 没有错 那个时候的柏林正飘着雪 所以巴特身上的光学迷彩的功能变差 让他没有办法像往常一般隐形的那么彻底哦 虽然一般人还是看不见巴特 但是路上的狗狗却可以轻易的察觉他哟 啊 那他侦查的时候不就是一直被狗吠吗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觉得啊 狗实在很烦耶 对啊 真的他觉得啊 怎么一直有狗对他吠的时候 结果往旁边一看 诶 怎么有个小女孩 朝着巴特这个方向看过来 而且还看了好一阵子哦 巴特就在想 诶这个小女孩到底 她是看到什么东西啊 是被发现了吗 诶被发现了吗 然后发现 然后他就好奇 这个小女孩的感觉真的这么敏锐吗 所以呢 他就私自转去侦查这一位小萝莉咯 侦查就侦查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侦查 对卡路伊描述起来听起来就怪怪的 不是那种变态侦查好吗 是吗 是他后来后来他也发现 那个小女孩跟恐怖分子之间 的确有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 怎样不寻常的关系 是种 有点无奈又有点凄凉的关系呢 建议阿姨的这一首Europe贯穿了这一整集 把动画里面的欧洲那种飘着雪 就算切断感觉器官 冷冽仍然直逼心脾的感觉 还有恐怖分子跟小女孩之间的那种 惆怅的情感勾勒了出乃 好那我们就来听卡路推荐的这首曲子吧 来自尖野养子的Europe 我好喜欢中间萨克斯风那种悠扬的旋律 在跟吉他弦被波动的声响交织在一起 真的有雪片从空中悠悠落下的感觉耶 虽然听起来很blue 但是感觉起来却非常的warm 不是warm 没有和缓了我看错了 看着暖和 我太烂了怎么搞的2016年就闹这种大笑话 这又不准剪掉 但是呢对听起来却是非常舒服的曲子 有没有希望躲在被窝里面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不要睡着了 站起来了 接下来 旁边怎么出现了一个我们的店舖里的快递员啊 大家好我是小梦 接下来轮到我推荐适合在冬天聆听的歌曲 听说小梦今天要推的 跟我一样都是出现在动画某集的特别剧情当中 对不对啊 对 不过它不是纯音乐 里面有浅浅淡淡的温柔歌声 那就是《黒石一同》《黑石童》演唱的《雪のひとひら》 这是收录在《八犬传》《东方八犬一文》动画原生代里面的歌曲 其实我们在录这集之前 小梦就先偷偷的推荐给我听过了 好听 对 刚刚卡鲁推荐的《Europe》 给我的是那种雪片从空中纷纷落下的感觉 但是小梦他推荐的这一首则像是 啊我看到冰镜了那种感觉 对 的确 这是一首很空灵 给人感觉很纯洁无暇的歌曲 他出现在犬山道杰这个角色 在雪地里快冻死的时候 因为道杰想活下去的信念很强烈 让雪女决定牺牲自己能唱出动人歌声的嗓音 附身在道杰身上维持她的生命 那这样听起来应该是一首 对 很治愈的歌嘛 对 没错 虽然是雪女的歌 可是却呈现了她的善良和温暖 就算是下雪场景出现的音乐 也不会让人觉得太冷 好 广告之前 我们就欣赏一下小梦推荐的歌曲 八拳传东方八拳译文的剧中曲 Yuki no Hitohira 就算颠覆所有物理法则 也要谈一场跨越次元的恋爱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我是Lidia Bay永博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Liming Nakashi 今天的主题就是 Liming推荐曲陪你过寒冬 我们会让众多的Liming轮番上场 跟大家推荐他们喜欢在冬天听的歌曲哦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Liming是 嗨嗨是我叮当来了 其实啊我刚才在外面听就觉得 你在嗨什么了 因为叮叮当嘛 好啦其实我刚刚在外面听啊 不要这样子 就觉得大家太有默契了 可是你们让我觉得 你们这样跟我很没有默契 为什么 明明觉得我跟你们很有默契 但你们让我觉得 因为一讲到冬天的歌 就会想到跟学有关的歌曲嘛 是不是 所以啊我要推荐的呢 就是战国无双三的游戏片尾曲 雪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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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冷定 不是董月花 是雪月花 雪月花 The end of silence 完了我们一点都不silence 哇真是个开心的新年节目啊 对啊天哪好冷哦 对真的好冷 所以这首歌到底叫什么啊 好 雪月花 The end of silence 我没有记错的话 唱这首歌的人应该是 Gakuto 对我觉得他自从演了大和剧 《风陵火山》里面的上山千姓 我觉得他那个 他那个扮相 我可以 对我懂 之后我就一直觉得 他好适合这种描述古代战争的主题哦 对啊 而且这首歌呢 Gakuto桑音的诠释下 变得非常非常的凄美 没错 对有玩战国无双的就知道 我很喜欢游戏里面出现的一个角色 就是《前景长正》那他的配对就是他老婆 就是之前姓长的妹妹阿世 对日本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就知道 这一对就是死别啊 好烈哦 所以啊我听到这首歌就会让我想到他们 因为游戏玩一玩 然后你就会看他们两个抱在一起 就是比如说有那死别 然后就一有响 对而且歌词有一段就是提到说 希望化作雪花来拥抱心爱的人 但是就算是化作雪花 但是雪就是我们一手 手这样一抓就会消失的东西啊 叮当你在搞什么啦 听起来很感伤耶 对 好吧 接下来我们就要播的这首歌曲 是叮当推荐的 雪月花 The End of Silence 这才是正确的念法 广告之前啊 我们听的都是比较像BGM那样的音乐 不过刚刚叮当推荐的 主旋利语还有歌词比较强的歌曲 也很不错听呢 而且比较不怕听众睡着了 对啊 我们听了小梦推荐的歌曲 让人感觉像是冰晶一样的纯洁 那卡鲁推荐的音乐呢 从当中可以看到欧洲的下雪天 那叮当的呢 则是日本凄美的雪景啊 接下来出现的这位 接下来要出现的人 感觉推荐的歌曲会比较激烈 哦耶 好了 好了 来了 可是录音室里面好冷 怎么会这样 要让你降降温啊 前面的人推荐的歌曲 好像都聚焦在雪这个关键字上 但感觉这种歌曲 多少会有一种 惆怅啊 或是悲伤的那种氛围 所以你接下来不谈雪了吗 嗯对对对 我要分享的歌曲 关键字是 打赤膊 冬天打赤膊好害羞哦 重点是这个吗 应该是对 也不是冬天是对 使用打赤膊的害羞 是会感冒吧 天啊 好 我要推的这首歌呢 就是来自妖精的尾巴的歌曲 Naked Dream 是格雷的角色单曲 说到格雷 大家都懂了吧 因为他的专长是操纵冰之魔法 从小就接受冰魔法的训练 而熬过冰魔法训练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不能怕了 对我知道 他不怕冷就算了 竟然还变成习惯天天 蹬巴腿打赤膊 到处跑来跑去 而且每次战斗的时候 他的身上就会脱到只剩下裤子 让每个伙伴都很想要吐槽他 但是Naked Dream这首歌的含义呢 其实非常的热血励志哦 讲的是希望即使在绝望中 也能保持自我生存下去 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勇于赤裸裸的面对面迎击 但是我刚说啦 因为这个角色三不五时就会脱光光 所以呢Naked Dream就变得有点双关了 还有听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不禁多了一些 啊 青春的吧 嘿 在你眼前奔驰的习惯 让我的眼下也更是不是觉得热血 对啊 到底 真是的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你 现在的小女生 算了算了 赶快赶快 我们就来听这首 会让大内不自觉的热情的 热血的血压高的歌曲 来自妖精的尾巴 格雷的角色歌曲 Naked Dream 诶 这个乍听之下的确是充满了热血 还有理想的歌曲啊 虽然知道歌名有一点双关 所以那个嘴角就跟着不自觉的上扬了起来 没错 而且顺带一提 格雷的声忧就是中村忧一 为什么我想到这一点觉得喜感又再度上升了 我也不自觉的笑了 对啊 这首歌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增加了不少暖意还有笑意 对不对 最后嘎嘎换你来分享了哦 那我就再帮大家增加一点甜蜜好了 不觉得冬天是个会让人想要互相靠近互相取暖的季节吗 没错 所以也有不少以冬天为背景的情歌 而我想推荐的是出现在动画电影 真假公主安娜塔西亚片尾的那首男女对唱歌曲 At the beginning 哦 这个故事背景是在寒冷的俄罗斯 常常可以看到雪景搭上华丽丽的宫殿 再加上许多安娜和迪米奇的恋爱场景 又是一种不同的冬季氛围哦 嗯 而且我很喜欢这首歌描述他们从互相陌生到互相扶持 然后唱到副歌那两句 Life is the road and I wanna keep going 还有Love is the river I wanna keep flowing 真的让人有那种就算遇到困难 只要有爱就可以克服 没错 就算天冷只要有人陪伴就会觉得温暖的感觉 嗯 希望我们的节目的陪伴呢 也能够让各位听众开心地度过冬天的寒夜哦 好 今天的晚安曲就是由Donald Lewis 还有Richard Marks所合唱的At the beginning 希望可以让大家在睡前感受到甜滋滋的暖意啊 节目的尾声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还有在动漫我要听的FB粉专陪我们实况聊天的朋友哦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天空部落格查阅节目的相关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哦 嗯 今天的录音话续会在下周二上传到YouTube 欢迎来点阅回顾哦 然后也欢迎来逛逛永博 还有我们各个里民的个人FB专业 快来追踪电波里的最新动态吧 如果想要点歌或者有任何千奇百怪的问题 想要问我们都尽管放马过来吧 只要到动漫我要听FB专业的关于 就可以找到Google表单来投稿咯 没错 最后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一个平安喜乐的2016的第一个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